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就是说这个是续作 那么这个游戏开始的是有剧情介绍的 那么这个剧情介绍了 等一下我们再讲这边了 有一只小boss 一上来就打boss 这只boss呢 他是有来历的 那么游戏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主角呢 已经挑战过一次这一条龙 但是这一条龙呢 当时他是活着的 现在呢 他变成了僵尸龙 那么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等一下 我再慢慢到来 这边呢 先干掉这条龙 这条龙呢 只是给你熟悉这个操作什么的吧 反正就是一个开场 好 那么我们的主角干掉这条龙之后了 逃出了这个竞技场 然后这条僵尸龙了 他还没有挂掉 我们给他最后一击吧 一个头穿过了一个洞 可惜这个不是那个头 是一个龙头 这边飞起来直接射就行了 好 干掉这条僵尸龙之后了 会得到一个生命最大值加1的道具 现在呢 我们就有五滴血了 然后接下来 这个主角的正式开始冒想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开始讲一下 游戏开始那段剧情 到底说了什么 不知背景说的是 有一天呢 有六枚文章呢 掉入了这个魔戒 传说中收集到所有的文章之后了 就会得到无限的力量 所以在魔戒的这些怪物啊 全部都增强这些文章 那么在最后啊 我们的主角火样布朗德 他收集到了五枚文章 最后他挑战刚才那条龙啊 就获得了最后的天之文章 就在这个时候了 出现了一只恶魔 偷袭了我们的主角 就这样很不容易凑齐的六枚文章了 又散落在这个魔戒了 于是主角呢 又要重新收集这六枚文章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吧 然后这边呢 是一个小boss上 这只小boss的是一个石头变的 这boss需要我们自己去捶 他这个石像才会出来 那么这个boss呢 你们可以看到 他飞的比我们这个主角要高 所以这个很难受 我们呢不能往上飞嘛 他倒是可以 所以我们主角在这个空战方面呢 就应该说现在吧 不要吃亏 好干掉了 那么干掉之后了 这个boss呢又会变成石像 我们再次捶他 就可以把这个石像捶掉了 好这里呢又掉了一个加血量上线的套具 这一代的这个血了很多 但是呢这个游戏难度呢 其实并不低 然后接下来这边呢 是本关的后半玩 这个游戏的系统呢 跟FC版本呢有点类似 但实际的玩法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我觉得比较接近于那个恶魔城刻印 有点那种感觉 然后这里跳下来 这里藏了一个空的尿活 那么游戏呢就是有很多这种道具要收集的 所以呢我这个是一个全收集的一个流程 那么游戏呢有好几个结局 这个结局呢跟你收集某一些东西是有关的 比如说这个文章啊 还有这个护身符 这两样东西呢就是会影响这个游戏的结局 结局呢有三个 就看你能不能收集齐了 那么我这个是全收集流程 也就是所有的隐藏道具都会找到 其实呢要打这个完美结局呢 是不需要全收集的 所以呢你们很难得看到我做一个全收集的这么一种流程 好这里呢有一只boss 这只boss呢跟我们的主角有点类似啊 难道他也是红魔吗 也许是吧 但是呢他的皮肤并不是红色的 那么这只boss呢叫做阿尔玛将军 他好像是那个偷袭我们主角那只恶魔的手下吧 我不太清楚 对了忘了介绍啊 偷袭我们那只恶魔叫什么 他叫做方正 他就是游戏的最终boss了 那么这边呢我们先看掉这个将军 你们看到了吗 这只boss呢是可以往上飞的 我们主角为什么不行呢 我们也是有翅膀的啊 这个太不平衡了吧 所以呢像这种空战呢 我们非常吃亏 我们只能在下面躲 又不能飞上去打他 所以打这种飞行类的boss呢会比较磨叽 因为他们这个行动规律呢是比较随机的 好干掉了 但是呢他并没有死 那么这个将军呢过来挑战我们的主角可能是想证明啊比我们自己强大吧 但是呢这点很奇怪 因为这只boss呢一旦你打死他之后了 他就会把之前 他的boss抢走的那些文章呢还给我们 那么刚才呢他还给我们这个地支文章 然后接下来我们进入这个大地图了 大地图那里的是有一点3D的效果 好 首先呢我们先进入这条小镇 这里要切换成这个地支文章 那么我们组绝了装备不同的文章了会变成不一样的形态 那么这边呢就变成了地支文章这种形态了 这种形态的是没有翅膀的 我们不能飞 那么这个形态有什么好处呢 一看就明白了 主角可以进行这个冲刺 这个冲刺呢除了可以加速之外了 还可以撞掉一些障碍物 等一下就会用到了 那么除了这些好处之外呢 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主角普通攻击力呢 会稍微的高一点点 提高的这个攻击力它是有条件的 等一下我们再说 这边呢我卖血下来吃到这个道具 这个道具呢就是五大护身符之一 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的攻击速度的 为了拿到这个道具我提前卖了一条命 这种卖命的操作里面应该相当熟悉的 虽然这个游戏呢是类似于那种恶魔城探索类型的 但是它这种探索呢是跟恶魔城不一样的 因为呢它还是那种啊横板闯关 你过了这个场景呢就不能往回走了 不像恶魔城你随时可以往回走 这里呢你只能自杀 或者呢你重新走一遍 所以呢这边呢要做这个全收集的话 会稍微的麻烦一点 因为有一些地方呢要重复的走好几遍 那么我走的路向自然就是比较快的路向了 所以呢要尽量的去卖命卖血 然后这边呢直接卖血过来 撞开这个门 这个门呢就需要这个地址文章来撞开 然后这边呢会比较黑 因为呢这个背景上的那些蜡烛并没有点亮 其实呢可以换成主角啊一开始那个状态 那个状态的是可以点蜡烛的 这里呢就切换成啊一开始那个默认状态 其实呢默认状态上面呢是有五个格子的 这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主角呢他是自带有这个火之文章 火之文章被这个坏眼呢分成了五块碎片 我们主角呢自带有一块 那么剩下的四块呢我们还是要收集的 然后这边呢是一只大boss 好多的氧球被这个肥皂液体包围住 这里有点墨迹想等一下了 这里呢应该是要爬到顶才会进行这个boss战 好到底呢 那么这只boss呢他现在啊藏在这个肥皂液里面 现在呢我们打不到他 那么首先呢我们要先打掉那些眼球 那些小眼球呢会先出来的 然后我们就爬在这里射 然后这里就可以讲一下这个地质文章 他的攻击力是怎么样方便的 首先像这样啊跳起来射的话呢 这种子弹的攻击力跟默认状态呢应该是没差别的 但是呢这里呢是有射程的巷子 所以呢跳起来打其实呢并不好 一只文章正确的使用方法就是占着土这个子弹 这些子弹呢在地面阳烧的时候 他的攻击力就是默认状态的两倍 但问题是这些眼球都是在天空的 你很难在地上去打他 所以这里呢只能说找机会了 好小眼球都清了这个boss的才会出来 好这个boss呢会直接怼过来的 这边呢我们尽量站着打 几下就把它干掉了 这boss死完还要跑到中间去死的 然后沉下去了 好干掉这个boss呢会拿到火之文章的其中一块碎片 这块碎片呢叫做破坏者 它是可以破坏一些特殊的地形的 好我们再次进入这座小镇 这小镇呢比较复杂 我们要在这里啊来回的进好几遍 因为这座小镇隐藏的东西非常多 然后这边呢我们可以撞一下这些瓶子 刚才瓶子掉出来的是魔戒用的墙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拿到的这个火之文章的一块碎片了 它可以破坏这种墙壁 然后这里有一个药剂商人 我们买了一瓶药 那么你要买药的话呢 你必须有这个空瓶子 那么游戏里面呢有五个空瓶子 在一开始呢我们已经拿到一个了 用这个瓶子的可以装一些药 那么刚才呢我买了一个回到大地图的一个药 买这个药有什么用呢 这个你们应该玩过这个恶魔城啊 有这个回城卷轴吧 你在这个迷宫里面直接使用就可以回到这个大地图了 然后这边呢我们还要跑一边这里 没办法这一关呢有好几个分支 这边呢我一直撞这个门 这个隐藏的门呢 其实右边那里还有一条路 等一下我们再走 然后这里切换成这个破坏者 顺便安装这个药剂 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那里是有三个框框的 第一个就是文章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瓶子的 瓶子就是使用这种药剂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最后的就是这个护身符了 护身符呢就是一个辅助的道具 那就是通常的加攻击力加攻击速度啊 加防御力这一类咯 好我们再次回到这边 这边呢应该还有一个加血量上限的道具 拿到这个就可以走了 这边呢应该是探索完毕了 好就是这个瓶子了 这里呢要加了一点 然后呢我们直接传送回这个大地图 如果没有这个传送的话 那怎么出来呢 你可以跑到刚才那只boss这个地方 你跑到这个boss的地方呢 他就会出来 好我们最后一次进入小镇了 这个右边呢还有一只boss的 游戏里面钱呢只能这么收集 当然呢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钱 你想要钱的话可以在这里刷 这里刷也是挺方便的 那么这个钱呢它是有三种 我印象中应该小的是一块 还有10块跟30还是50 然后这里呢买最后的一个药 这种药了140块钱 那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让我们主角的这个血量回满 这个至少呢要买一瓶 因为后面的boss呢其实并不好打 你有5个瓶子的话 你可以把5个瓶子都装满这种 但是要买满的话呢需要很多钱 700块钱嘛 这个钱不少了 你得刷一刷 当然你有技术的话呢不需要买那么多 然后这边呢我又开始卖血了 因为这里水底呢有一个空的尿壶 好这里呢我们又卖掉了一条命 为什么要这样拿这个道具呢 那么这个道具正常是怎么拿的呢 正常的话呢我们首先要找到水之文章 那么用这个水之文章之后啊主角就会变成 可以在水中活动的这个状态 这种状态在水下面呢就不会扣血了 但是呢要找到这个水之文章在游戏的后期 这么搞的话呢游戏后期再回来这里拿这个东西呢 就要浪费很多时间了 所以还不如直接卖血拿 然后这里藏着一个血量上下 这边呢是我们之前没走过的 虽然我是做全收集 但是呢这个流程一点都不磨叽的 还是走这种速通流程 好这边boss上了 有很多的骷髅看一下是谁 原来也是骷髅 还拿着一把大刀 这只boss呢不是在天空了 所以呢我们当然是用这个地质文章来打的 因为战的打的话呢这个攻击力要高啊 这边呢就没法躲了 直接卖血打吧 这血呢还是刚好够的 那么正常呢应该是换回这个正常形态飞起来 这样才可以躲过去 好又拿到了一个血量上下 这个boss呢并没有什么文章啊碎片之类的 然后第一张图终于打完了 接下来来到这里 这里呢有三根柱子 这个场景呢也是很复杂的 应该是有两条路的 那些打过的光卡呢你可以无向的打 这种自由度是不是像刻印呢 所以这个录像的安排呢就成为了一个很好玩的地方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全收集的 因为我可以安排自己的录像吗 我玩游戏玩的就是解法呀 怎么合理安排你的录像 我们玩游戏的不能像这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乱转 好这里呢有一些有格子的砖块 这些砖块呢是可以打掉的 里面肯定是有这个隐藏道具的 看看有什么东西 原来是空的尿壶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收集到三个尿壶了 还有两个 然后这里先等一下 我们只能这样踩着墙上去 现在呢不能往上飞 等我们拿到空字文章呢就可以往上飞了 好这个场景注意 前面呢有一些敌人 这里呢是有一些风吹的你往前走的 而这里前半部分呢不能掉下去 掉下去的话就会死亡 但是最后一点点位置的是可以下去的 就是这里了 这个地方一般来说应该是很难找得到的 谁知道你要往下跳啊 而且呢还是一块前面呢你又不能往下跳 所以当时这个游戏没有攻略的话呢 估计这个地方肯定要卡一下 好那么这个boss呢我们之前在第一关已经打过一次了 那么第二次打了应该是跟第一次没什么差别的 这个boss的行为是一样的 应该这一次我们会打的快一些吧 现在我们有地质文章嘛 攻击力要高一点点 好他下来的就是输出的机会了 赶紧站着打 他已经变红了应该快了 这边呢他应该是要变回十项 我们再把它捶掉 这个是十项鬼吧 好锤掉之后呢 这一次呢不会拿到什么道具 他只会掉一个血给我们 让我们回下血 然后呢我们继续强劲吧 这只boss呢在后面还要打好几回的 好这里出现了一条又长又粗的东西 我们踩着这个平台呢慢慢往上走 这个场景的两边呢是不能踩的 只能这样上来 然后前面呢有一个门 我们可以出去了 然后出现了一只幽灵 这幽灵呢不用管他 然后来到这个场景呢往下跳 这里左上角有一个山洞 这里呢有三个石像 最后一个石像呢有隐藏的东西 这里呢我们拿到了一个护身符 这个道具呢它像一个皇冠 那么它的作用呢应该是增加掉墙的几率吧 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意思 因为我没有用过这个东西 有可能是掉那种大墙的几率 应该是这样 好这边呢我们爬墙不行的上去 这里最上方呢有一条卷轴 那么这卷轴之前呢我忘了讲了 因为在扯淡嘛 这卷轴呢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三条了 这个卷轴有什么用呢 它这个作用呢跟这个尿火的伤害 是类似的 那么尿火呢是装这种药剂吧 那么卷轴呢它是装一些符纹 那符纹它是什么忘记 反正呢它是类似于这种魔法的 你装了之后呢就可以在游戏里面使用了 那当然这个魔法呢也是有一个商人 你需要花钱买的 但是那几种魔法呢都是垃圾不好用的 所以呢这边呢不需要买 然后这边又是boss上了 这个boss是不是很养熟啊 之前不是打过一次吗 那这一次它变绿了 那么这个呢应该还是之前的类似 只不过呢它应该这一次的 它使用了这个空之文章 应该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它变成了绿色 既然它使用了空之文章 所以这一次它会多了一些招数 既然我们不能往上飞 那还不如直接用这个地制文章 看有没有机会在地面输出一波 反正这个天安工上也打不到你了 这个没有机会输出啊 现在这个boss呢还没有使出它的这个新招数 应该是要打到它这个血量差不多了它才会使用的 看来它要使用了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新招数 放这个旋风 这个旋风呢只是会影响我们的走位 实际上呢没有任何的伤害 你只要躲过它那个本体的撞击就行 它用出这招说明它快死了 然后终于干掉了 这一次呢它也没有死 既然没有死了说明它后面呢还会送这个文章过来 然后这一次呢我们会得到空之文章 然后这个我们就可以在天空上随意的往上飞了 好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拜拜